19岁女子遭到残忍的施暴囚禁 不幸死亡 新竹这名19岁正姓女子 疑似因为感情纠纷 遭到前女友还有其他4名女子囚禁施暴 正姓女子因为受不了重疾昏迷 被警方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死因还在厘清当中 目前5名涉案人因为伤害致死罪嫌 生压获准 投单安全帽的女子深夜返回租屋处 谁也没想到她进去之后 没能再出来遭人活活打死 邻居当时有听到巨响 但没想那么多 遭失报的是新竹19岁正姓女子 疑似因为感情纠纷 被前女友质疑交往期间有劈腿行为 联合其他4名女子前往女子租屋处谈判 没想到双方起口叫 正姓女子遭铁棒殴打 还被囚禁在租屋处两天 14号一名好友因为联系不上正姓女子 打给其中一名失暴者 听闻她已经倒在地上 惊觉事态不对劲报警处理 警方到场时发现已经死亡 19岁女性患者 已经呈现湿江的情形 那脸上也有瘀气 当日将5名涉嫌人查契到案 全案依刑法伤害致死罪嫌 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女子真正死亡原因还在调查中 检方复讯认为5名动手女子 罪嫌重大将5人生压获诊 要为残忍行为付出代价 记得中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